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会站定 然后我希望就是在每月的隔周六的 早上11点到12点 有一段一小时左右的时间 然后让第一次参加GinniV 或者是有兴趣参加GinniV的朋友 可以透过线上的方式 就是更加的用一对一的方式 去了解GinniV的一些专案 有哪些是他可以参加的 然后就是之所以会提到专案 就是因为常常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常常有新朋友 就是很开心看我听完演讲 然后就马上就说 我好想加入GinniV啊 然后他就会被告知说 那请加入GinniV Slack 然后加入Spring Slack之后 他就会开始疑惑 就是那我再来要做什么呢 那你就会推荐他说 你可以加这个 Slack channel 也可以加那个 Slack channel 但是加完之后 好像就是下一步 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就必须等到 通常等到下一次的大松 才能开始 但是但是在这个期间 很多人就是会渐渐的渐渐的 就是可能可能还有别的事情要忙啊之类的 那就会很难的继续参与GinniV 那我就觉得这样子非常非常的可惜 对 但是每次大松中间都隔了两个月左右 就会变得有点有点久这样 所以呢就是为了避免很多刚听完演讲 然后充满南向热血的人 在这期间的两个月就突然热血消逝 所以我们想说就可以来 有一个推坑不手软 周隔周新手 春手把手开专案的一个专案 对 然后就是今天是来电50嘛 那就是新手坑主的一个来电50 对 看到很多人很开心就对了 其实我不知道是什么节目 我是年轻人 对 那这就是年轻人的come on 来来来 就今天要征求就是GinniV的坑主 然后还有GinniV大使 或者是任何有兴趣讨论的人 在12点之前 就是在Gather上面的 我的专案的这个空间 可以来跟我讨论 因为我现在人其实在美国 就是没有时差的关系 所以没有办法待超过12点 所以12点之后呢 我刚刚在select上面开了一个channel 在GinniV bar 然后可以at我 或是可以直接视讯我 ky都可以 对 然后具体的一些操作方式呢 目前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就是 就是 左边那是名字 就是还没有想好 因为我们有太多新手村了 所以 或许它会是新手村 一村又一村 或是什么GinniV小酒馆之类的 那工具可能就是会用Gather Town 然后在 每个月的 可能 每隔两个礼拜的 周六的11点到12点 因为会配合美系的时间 那遇到大松的话 可能我们就会暂停 那第一场呢 预计大概是在7月9号左右 因为中间可能想要有一些 其他的朋友 看看要不要 有没有人要一起参与跳坑 OK 30秒 对 那占地的事项就是 以下 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今天预计要做的事情 就是 slack channel 那大家可以加入这个 这个channel 然后完成就是 坑主真人的问卷 大家可以给我一些想法 那坑主也可以来填一些问卷 那征求就是 可以一起来当主持人的 GinniV大使 那目前预计的日期 大概是下面这几个 大家可以来认养 然后征求大家意见 跟前人的衙会 因为这个主题 实在是太多人曾经做过 但是到目前 我觉得这个问题 还是没有彻底的被解决 所以希望 现在先透过 这个工人智慧的方式去处理 那下面这个是共笔 大家可以按连结 那安妮就是很喜欢 Gov Zero 那希望就是 开人大集 有人有坑录 坑坑有人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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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